哇 那是泥丘耶 對 真的米 我這樣就可以再看了 所以要把它再埋好 一條對阿 要這樣再放 泥丘 大條 這邊是我們昨天去野外挖的青苔 有這種短的 綠的 還有這種 比較長 要弄這種青苔 我現在在三樓的花園 這邊是在做他的作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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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留一條路嗎 不然你這個傻在哪 這是夜光石 不然你再把它剪出一條路 就是分開 看你啊 整天是設計師耶 你的老公公老婆嗎 老公公不用水 要把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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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沒有算好 它那個青苔都被你壓在下面 真的 還是一隻就好 這個在這裡歪歪啊 然後它樹都遮住 好 在樹下乘涼 對啊 乘涼啊 好 好 乘涼 好 這是浴室 這個是 那個什麼火山岩 火山岩 意思 來 你裡面怎麼會有這麼大片面 這樣子 不好看嗎 對啊 那空間感有一點 其實沒那麼多 對啊 你的飯堂 十一半幾個飯堂 看你要這樣 砸我面子一看 你後面都沒照顧到 你後面沒照顧到 後面都沒照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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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型 再抽顧到 對阿 你這樣用手弄 它會那個 要小湯匙 對阿 你這樣用這個 把它塗 用這個 另外一隻手 另外一隻手拿這個 另外一隻手 不是阿 我說你另外一隻手拿這個 邊倒邊 把它壓 壓 壓縮 壓縮 對 你沒有辦法雙手並用 對阿 很快快 對阿 很快快 對阿 我們今天做的老做是一個小盆栽 小小的盆栽 對 其實奶奶昨天就已經把它做好了 奶奶昨天因為她要先下去煮菜 所以 她十分鐘就把它做好了 今天又再把它佈置起來 這叫勾結康耶 對 壓縮 對 把它壓縮 對阿 不要勾 這樣它後面沒有靠山 它是石頭占不穩 要跳啦 走這小盆栽 很好笑齁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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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漂亮 鬆鬆的 上面再把它蓋草皮 就漂亮 要蓋嗎 要啊 要蓋阿 紅糖一樣 小小草皮 就看你要拿長的還是短的 對阿 後山要高一點 對阿 後山要高一點 對阿 填滿了 你之後有那種喝的粗的吸管也可以 你把它前面剪一個像小鏟子這樣 你就可以倒那種很細的地方 來 可以 我把頭髮被剪出來 奶奶沒辦法一心二用 跟她講話 她那個 沒辦法分心 你看它鋪得夠飽滿喔 不然它 你那個草弄下去 它就會又塞下去了 又塌下去了 你要塞 一直塞 塞到很滿 反正那個泥丘會幫我們再鬆土 我們這邊要先塞滿 老公公老婆婆先放下去 還是你這個再拿起來再弄高一點 我這樣放起來比較不會蓋子 把它塞滿 地基要打好 你上面的橋才可以放 那條河也算是一路 這是夜光石 晚上那裡的花光 這個是前面的花 前面的花 好我們現在準備要種樹了 種小草 你要選哪一個 種 小的 小的 你要把它撕碎碎 還是你先剪直接去小的 先剪這個小的 然後鋪在哪裡 鋪在這個邊上 鋪在這個邊上 可以塞滿 這個還要再加一個 這個還要完了 我覺得你需要小夾子 才那個把它一個一個擦樣擦好 因為它這個已經算是有根的小長 你還要筷子啊 你筷子先一個一個把它規定位 因為拌收是太粗了 這樣才能做那種很精緻的工作 現在上面那個青檯上面都有泥土 等一下我們再噴水 那個泥土就乾淨了 你要把它塞塞好 奶奶你其實這邊 也可以把土填上來 這邊然後就可以 它就可以過去啊 然後你的河流也可以走這邊 你要規劃好 你要先計畫好 你先看 你先看 你這個 這個圈要按摩蟲 有沒有 你這條路可以這邊先墊好土 然後之後再 對對對 所以我說要用那種粗的吸管 有沒有 粗的吸管 就這樣一個管子 倒土進去 然後你覺得這個土太鬆 你可以挖 我們昨天的那個 翻下面的黏土 這邊 這個 這大頭下面 這大頭下面都是黏土 這邊 好你就是用手指 鬆一點點下來 一瓶兩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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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記得有轉 有轉一下 對對對 你把下面葉子比較難的 黏土可以用 這樣才可以黏住它 不然它一直跑來跑去 壓住它 不然它不夠高 然後再撒一點點 這樣一層一層 不要太貪心啊 太大肚 對 夠高 夠高 對啊 你下面那些 就只能放棄 下面只能先放棄它 放棄皮 OK 放棄皮 兩瓶去 很茂密 這個山才會長得 很那個 我先換你這邊翻水 你這邊都沒有翻好 沒有翻好圖都在上面 沒有翻好圖都在上面 對 嗯 你怎麼把圖包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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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弄一個支架這樣子 像什麼樣 好 好 這邊有鋪好嗎 那你不要噴一下 給你噴一下 把那個土沖掉 浴室也噴一噴 讓它沖乾淨 現在這個山開始下雨了 ね 好 好 原原的石頭你就要有地基要穩 它插進去要三分至少四分之一 這個石頭要吃四分之一 不然它會像我那一顆搗掉 然後你覺得它太鬆 你就噴一點水把它弄進去 我幫你噴 然後你邊塞它 它就可以噴一噴水 它又再下去了有沒有 你是不是沒耐心了 我耐心 我耐心 我做事要繼續 做事都這樣 所以我才說拿小盤給你啊 不然大盤你怎麼拿手 呵呵呵 我耐心 那你真的很沒耐心耶 那你怎麼這樣呢 這樣有嗎 那你後面就種高一點的草 這樣它會膨起來 會膨起來嗎 嘿嘿嘿 這樣就好了 這很粗獷 很粗獷耶 很粗獷耶 這超軟的 這樣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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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嘿這邊都要 你全部都要綠綠的翡翠 給它帶翡翠項鍊的感覺 有沒有 你看這邊這個沒有塞好 它就洞很深 然後把這個 柴褲補起來 你會塞口 塞口 補得頂 對 對 這柴褲補得頂 這裡一檔 再去買菜 菜 菜 呵呵呵呵 你一句說話也不會香味 你一句說話也不會香味 呵呵呵 你這個可以先放下 你那個不用一直拿著 草先放著 沒關係 我等一下 你趕快補起來就好了 呵呵呵 這樣它就耐下去 這樣不好看 一定要補到 這樣太多嗎 這樣太多 那你就把它 撕一撕 可以撕一撕 可以撕一撕 我就撞這個就好了 沒有你這樣子 你後再用 像這個草那麼高高的 你就把它撕小碎 或者是那邊你 去搞它 這也是扁的 不是嗎 哦 對 對 塞進去 夠加 端腳邊 端腳 也是濕一點點 這還沒大 這還沒大 你貼一點立體在牆上 沒關係 你看那個水溝有沒有 它垂直它也能夠深 好 你再轉過去看 這邊要不要一點 才撥起來 這樣整個才圓滿 因為你這盤子是圓的 有沒有 然後這樣圓滿 這樣你後山就圓滿啦 有靠山 對 你要記得你要留那個鹿 還有那個夜光石 那有那個老公公老婆婆 你爬山 好那你爬山 你是不是要有一點山坡 你要不要再填一點土 還是用這個 對啊 那這個你拿起來 對啊 夠拿起來 然後你土要先算好 土先算好 看你哪邊覺得要高 你就要鋪哪邊這樣子 加一套 也是要這樣搓一搓 你那個地基才穩 不然它到我土石流 你這個山要穩穩的 雞雞雞雞的 嘿 這個就是你的聚寶盆 這就是奶奶的寶貝 奶奶藏很久的石頭 嗯 整出來 整下來 幾十雷 嘿 都用塑膠袋這樣 把它藏在黑暗的角落 不給他看 不給他 他在自己裡面偷偷的看 我黃花絲 哈哈哈哈 幾歲的都 咳咳咳咳 藏起來 每一隻塑膠袋 緊緊的給他保 然後塑膠袋都呼一體啦 然後那個石頭 都被人家丟掉了 然後他又把它偷偷的藏 又藏在別的地方 又忘記 又好幾年 現在又把它就是 布置出來 這樣人家才會欣賞 欣賞你收藏的石頭 跟這些 你喜歡的這些花草樹木 一起布置 像一個井這樣子 繞起來 對啊繞起來 你繞樓 繞樓 然後你這是山谷 還是什麼 還是你要這樣鋪 鋪到這裡 對啊 你鋪到這裡 啊沒有啦 不然你那個 老公公老婆 下面坐的地方是空的 對啊 你要坐空的 是不是 那你這邊要不要 再弄高一點點 不然他 他這樣不穩啊 你這樣子沒有辦法搬來搬去 這樣我坐著就好啊 坐著就好 不是啊 我們有時候要給他 搬上來曬太陽 搬下去給人家欣賞 所以你這樣不穩 他這樣會 頂頂害害 對啊 這個是你的展示品 你的居寶盆 要給人家稍微 稍微看一下 欣賞一下 現在在鋪夜光石 夜光石在這裡 你怎麼鋪一大片啊 那個鹿怎麼這麼大片啊 這一條路來啊 是嗎 你的鹿太大片了嗎 不是你的鹿怎麼是一塊的 你的鹿是要一條 小小條的 這一條好下來 這要出來這樣子 你說瀑布啊 瀑布也是一條啊 你這是池塘啊 哪是瀑布 你是不看這個瀑布嗎 嘿嘿 哪有一朵 你做的都不精緻 對啊 黑白亂從這樣 他就是要聚集這樣細細一條 所以我才說要拿吸管 因為吸管剪 剪這樣斜的 他才像小鏟子 然後你一點一點的鋪上去 你這樣子一攀這樣子 就沒這麼好看 所以你要用筷子啊 用筷子把它掃過去 用筷子把它慢慢掃 一點點掃過去 用這個單鏟的這個 用這個單鏟的這個 你不要住 一個個掃 把它趕過去 要有耐心 或是你用兩隻筷子 一手一邊 對 不然你一隻石頭這麼粗 咳咳咳 把它趕過來 你的鹿要怎樣 就把它歪一歪 你的鹿太大條 就感覺不夠精緻 去到那邊 這樣不知道人家 站得比較多人 站得比較多人 看他走 這個弄成河流會比較好看 好要做河流 鹿也是小小條 才看起來 你這個景觀才會精緻 不然你看那種鄉間小路 山路都是小小條的 很精緻 河流也是小小的這樣子 瀑布小小的 你這個山草會大 不然水太多 你這個聚寶盆就沖散了 就是要捲捲細流 這樣子 然後你的瀑布 看怎麼樣 把它弄上來 這樣 不然你用夾的好了 用筷子用夾 一顆一顆夾 夾上去 瀑布的弄上來 對啊 不是要瀑布嗎 用夾的 對 一點一點 把它灑上去 好 但是還有很多 慢慢夾 然後也要塞一塞 它才會固定 不然你這樣端來端去 它就跑掉了 對啊 對 你有時候要 要顧它 你要曬太陽 你四周都要曬 不然你怎麼可以顧得好 你以為它沒有曬太陽 就可以活嗎 不行 所以你還是要 因為你有時候要轉盆子 對啊 你360度 你塞在一個地方 它就看不到 這樣有夠嗎 你看啊 你看你覺得你的瀑布 這樣水有夠嗎 你的柴架要流下來 這樣 你的柴架這樣 這樣夠嗎 有夠嗎 有夠嗎 好 它爪摘也就好了 爪摘也就好了 爪摘也就好了 爪摘也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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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肉就好了 對啊 一條就好了 那你這邊的露 那你這邊 看要不要再種 把那個小的鋪好 好 你把小的鋪好 你這條路才會漂亮 你用夾的 你用夾的把它一塊一塊 接下來我們在做這個河川的整治工作 把這個岸邊 都修整的 漂漂亮亮的 把這個河流的那個河岸 弄得更精緻一點 不然這個河 河川太寬太團結了 你就把你那個 柴位都沖散了 我剛剛說這是 聚寶盆 奶奶的聚寶盆 然後他到時候會把 土地公土地婆放上去 你看他的 土地公土地婆 有拿 有拿台幣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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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個一個河川要做好 你這邊河流 是應該是要越流越大吧 你這邊是不是要弄窄一點 你這邊要弄窄一點 不夠窄 你可以再把它蓋進來一點 快寬 快寬的水 不是河流要越流越寬 通常是這樣 步步從下面下來 不要那麼湍急 然後下來才寬一點 所以你這邊先弄窄 那下面就是這麼寬 你上面要越來越窄這樣 然後你這邊再鋪一點點 把它岸邊弄窄一點點 這個景觀的大小才會漂亮 對對對 修正一下 你讓它那個河岸啊 就很精緻 這都要需要時間把它收尾一下 有沒有 要把它塞一塞 就更像了有沒有 而且這樣黑白才分明 有沒有 水跟暗 水白色 然後暗變黑色肥沃的土壤 還有這樣 這個角角 要把它小的這樣 把它塞 貼在石頭上都沒關係 因為反正它就擋在石頭裡 如果它就是死了 沒有生長 你再補一根 那一塊啦 好 這樣可以 可以 這裡好寬 對 它留下來會四層 留下來不要散散的啊 它的水會流下來 就是比較寬 這樣 你看 比較寬 留成一個池塘 留成一個小匙 這樣就弄膩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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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剛好你這邊沒有補到 那你就補這邊 對 然後留一個彎這樣 很漂亮 對 對 這裁庫都溶了 對 對 這裁庫那個水要補滿 對 水補滿這樣 要滿滿的這樣 要壓實 然後剩下都給它下去好了 不然你那邊也不要喝 對 都弄掉了 然後你給它 之後你再用小夾子 把一些散落在這邊的都把它剪進去 就好 才會漂亮 哦 你這個漂亮 漂亮 從山上這樣留下來 環環的留下來 然後這個土地公土地符合 剛好像它這個翻角下來 對 這樣這個漂亮 你現在過來這裡去看 就知道 然後你給它這邊啊 幾個小洪洞的地方 再補好這些綠綠的東西 綠綠的那個青苔 這個都補好 補好這個青苔 你看那邊有土的 你就把它蓋一蓋 你那個高低 植物的高低 你都有分清楚 然後它長起來 它長起來就帶住它 你這邊都是高的啊 對 這都是大洪的 然後它長起來就蓋住它 後面有分一個前後 你看我都有分前後 對啊 我分前後 這邊是矮的 對啦 比較矮的 它長起來就帶住它 然後它就不會中太 看你這邊還是有些土耶 你要不要把它再蓋一蓋 你剪一些小的 你夾一些小塊的 小塊的喔 對啊 夾是不是小塊的啊 你看它這個空地多大 你就會剪多大的 把它好好的放進去 小塊小塊剪不要急 然後壓對位置 你要把它翻好喔 我看起來有啊 我保滿了 我保滿了 有啊 我保滿了 我保滿了 我看起來有啊 我保滿了 我看起來有啊 我保滿了 我看起來有啊 不保滿 你看你要弄高一點的這個 你這邊不是 你剛剛還有沒有種下去的嗎 沒有齁 有沒有一些小 比較小的樹 還是 你石頭可以塞 先塞一點 你剛剛不是有拿 不要這個不要 這個太大 我拿這個小石頭 我先把這個頭帶下來 對 它這些石頭就可以放 對 跟旁邊拋了 可是這都是打不高的樹啊 對 對 你要拿一個 會長高的樹 不要被石頭 蹭在石頭 那你就要把它 看你要蹭哪一片 然後把它削下個底 太刮了 對 然後整理一下 再一再 看你要鋪哪一種 好 好 好 拿起來 對 這樣夠了 然後你剩下的 有一些土的 你再把它鋪一鋪 看你要鋪哪一種 好 好 大家 等一下出洗 有壽司 你要把那個肉 放在外面 對啊 你不要把米 搬出來 這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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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我要把它拍啦 我要拍你的作品 我拿一個抹布啦 又沒有 這個了 這就是 這就是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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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